原著里的如意真是杀疯了 大家别看剧中的如意佛系的不行 实际上小说里头的他 才是扎龙后宫的宫斗MVP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你没看懂的如意复仇记 喜欢的宝子们点赞关注一波 早在扎龙还是宝亲王时 兰华就因为忌惮轻英 给他和高熙悦一人送了个绝育手镯 导致之后十多年俩人都生不出孩子 扎龙登基后呢 兰华又忌惮轻英红利的情仪 始终担心如意越祖带袍 于是他就联合加飞猫拉拢阿若 使如意背上了谋害皇子的罪名 直接让他去冷宫三年进修班 冷宫生活以及绝运手镯的事 让如意对皇后的恨到了顶点 于是他开始了复仇第一步 也就是在剧中被一笔带过的卢花菊 原著中海兰是在好几位如意的挑唆下 才完成了黑话 如意听说兰华的阿拉格 哮喘并加重后 便让海兰坐了床塞满卢花的被子 打算给阿拉格来个吊包 为了名正言顺的将被子送进去 海兰在如意的指使下 找上了耳根子软的纯飞苏绿君 告诉他皇后区别对待三阿格和二阿格 这让爱子亲切的苏绿君 一下子昏了头 于是便偷偷将卢花被子给换了进去 这时候关键人物出场了 那就是被狼花送给变态王庆的莲心 莲心被欺负后曾跑去向皇后求救 但狼花为了自己的利益 致莲心的安危于不顾 最终还是如意解揍了他 因此当莲心发现二阿格 因卢花出现窒息时 他只是在旁边静静地看着 这既是对如意的报答 也是对复查皇后的报复 于是在如意精心策划的卢花局下 巴西的永连就这么被害死了 但如意复仇的脚步却没有停止 表面佛系 背地里却杀人诛心 如意的心机你真的看动了吗 如意从冷宫出来后 开始了复仇第二步 那就是借高西月之口 说出皇后的恶 如意是小高失宠后 唯一去看望的人 但这可不是为了来续姐妹情 而是为了给高西月 下一季猛要 如意先是告诉了小高 他们俩这么多年不孕的真相 作为皇后忠心耿耿的马仔 高西月自然是不相信这套说辞的 但当如意将镯子撬开 给她看到里面的玲玲香后 高西月当场就傻眼了 自己为皇后做了那么多坏事 到头来狼幻没把高西月当成自己人 高西月盼望了一辈子的孩子 也被狼幻扼杀在了摇篮里 接着如意告诉高西月 她之所以久病难医 是因为有人想要她死 话都说到这儿了 高西月自然是联想到了狼幻 绷不住的高西月 要将皇后的恶全盘拖出 但如意却要她说给该说的人听 那么谁才是该听到这些话的人呢 自然是食物链顶端的扎龙了 扎龙本来也是不愿意见高西月的 还是如意在旁边劝她才答应 就是此次扎龙和高西月的谈话 让狼幻在扎龙心中 百莲化的形象彻底崩塌 于是如意开始了 对皇后复仇的最后一步 那就是在科尔沁求娶嫡公主的时候 如意表面上替扎龙解忧 实则是借太后的手 将皇后唯一的女儿送去和亲 让狼幻再无依靠 如意的这一招可谓狠毒至极 景色出嫁让本就病重的狼幻 苦于母子分离之苦 让她的病情又加重了一些 即便后面没有狼幻落水事件 被如意这么一气 她也活不了多久了 如意复仇计 至此已圆满结束 辟谣辟谣辟谣 圆珠里的如意 可不是傻窝囊瘦气包 她只是用一招 便成功扳倒魏燕婉 奇迹婉婉 作为后期最大反派 她的人生信条就是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没人惹也要拉下几个垫脚石 为了践行几句话 易欢 景色 勇景 先后被魏燕婉害死 即便如意早已看出她的真面目 但明刀一朵 暗箭难防 她不仅因为魏燕婉 先后失去两个孩子 还深陷和凌云彻的绯闻 导致扎龙对如意产生怀疑 递后离心 可以说之后如意断发修复 里面有魏燕婉很大功劳 但尽管如意依然带从 被幽静于昆宫 魏燕婉还是不肯就此收手 她不仅命胡云角 害死了娃哥 还将如意的处境 偷给了那拉氏夫人 让其惊惧而死 死不瞑目 事已至此 如意再无顾忌 于是她用自己的命做局 在魏燕婉来玉昆公讥讽后 如意用扎龙送的玫瑰簪子自杀 一时间 整个后宫的人都开始怀疑 是魏燕婉杀了如意 本来后宫的蒙古妃嫔 就对魏燕婉不满 这下他们直接撂挑子不干 连平昌的秦安都不去了 路上遇见了还少不了要阴阳怪气几句 后来海兰和寒相见 还找了个如意替身 汪夫指入宫 分去了魏燕婉的宠爱还不够 还直接设计魏燕婉 喝下迅菇汤 让凤魔的魏燕婉 将自己做过的坏事 都亲口说了出来 被拖到扎龙面前认罪的她 也没有翻身的可能了 宝子们更喜欢哪个版本的如意复仇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